物理教师的时空轨迹 第十六集 这就是现实 对了 让你查的东西怎么样了 高洞泡了两杯茶 将其中一杯移到江尾面前 随后 手指交叉着 往椅子里斜躺 胡海平交际太广 人际方面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暂时没有特别的发现 唯一的收获 就是我们在胡海平所住的对面一幢楼 找到了一位目击者 对方是个做生意的老板 上个周末刚好在家 对方说在周日那天 他站在窗户口 看到对面有个人 爬到窗户外 把一块黄色的水泥板立在外面 立在几楼 他说立在六楼的窗户外 他能肯定吗 是的 他家就住在六楼 所以对方的位置和他是齐平的 这点他有印象 果然是在六楼 既然如此 那就完全证明了 五楼的玻璃胶 是反侦察伪装了 对方说 看到那人穿着工人的工作服 隔太远看不清长相 也不知道年纪 只知道是个男人 他以为是施工人员 在修补外里面 所以并没有太多注意 高洞手指按住太阳穴 心里在快速算计着 他想明白了 石板一面刷成土黄色的原因了 这小区内所有的建筑 整个外里面都是土黄色 并且 但愿楼间虽隔了几十米 却能隔空相望 如果凶手贸然把一块青石板 立在外面的档鱼板上 虽然本楼住户看不见 对面住户可就看得一清而出了 如此突兀的一块青石板立在那 难保多事的家伙会找物业来问 而把青石板的一面 刷成和外里面一样的土黄色 就截然不同了 对面住户隔空望来 几乎不会注意到这里的石板 就算哪个目击者 当场看到有人在立石板 也以为是修补外墙的实工作业 玻璃胶是为了误导警方 对石板原本所在的楼层的判断 石板土黄色油漆 是为了让对面住户不注意他 现在摆在台面上的主要问题 就剩下两个了 一是石板原本分成四块 粘合到一起是什么缘故 二是案发当时 石板是怎么落下去 杂死胡海冰难 高洞思索片刻 放石板的那个人有线索了吗 还没 但愿楼里每个住户都逐一询问了 全部否认自己和石板有关 既然知道了石板是上周日放 也知道了放石板的是个穿工作服的人 那赶紧查监控 一定要找出这个人 好 我这就去安排 姜伟刚要起身走 高洞教主 还有 叶元潮的情况打听过了吗 我差点忘了 这事我找人详详细细问了 老叶的犯罪动机还真有 怎么说 当初叶琴死后 他老婆要告状 几次都被他拦下来了 但他毕竟派出所事情多 也没法天天管着老婆 他老婆先是找了几次我们 局长不让立案 让人打发走 后来他多次召检察院 检察院说 沈浩不是公职人员 不归他们管 沈孝贤他们更管不了 就算要管 也是要公安嫌立案 依旧打发他走 他闹了几次后 有一次王宝国下班开车让路 在路上被他拦下来 他死缠烂打不放行 王宝国发怒说 再不让开他开车中过来了 原本也只是吓唬吓唬他 王宝国稍微踩了下油门 把他往前推 谁知就撞倒了 结果头不着地 其实当时也没受什么伤 只是暂时昏迷了 王宝国随后打电话 叫人来送进医院 也派人传话给叶元朝 他要再管不住老婆 自己也别干了 这件事后来 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我找人 从派出所人口里问出 他老婆死后 叶元朝曾迁怒于王宝国 说要不是当初被撞了下 他老婆脑子也不会坏 也就不会得上严重抑郁症 最后跳楼了 高洞冷哼一声 皱眉摇摇头 他不想对这件事情的 是非对错做评价 他管不了宁县这么多 他的目的就是破案 寻思半晌 高洞点了点头 叶元朝如果为了这个动机杀人 倒显得靠谱多了 上回说叶晴出事后 公检法都不管 才导致他老婆的愈症自杀 家破人亡后 叶元朝迁怒当事人 于是杀了王宝国 这动机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弱了 如果说他认为王宝国开车一推 结果把他老婆脑子撞坏了 又加上王宝国家里停电 给了他下手机会 这才导致他第一个目标 不是沈小贤 而是王宝国 这就说的过去了 那么胡海平呢 这哥们有没有做过什么 让叶元朝上头的事 一开始叶元朝老婆 也找过法院 要起诉 法院说他程序不对 公安都没立案 他们怎么受理 这案子 别说他们县法院不会受理 就算告到市中院 告到省高院 还是一样结果 叫他别白费力气了 可他不听啊 多次偷偷跑进法院 到胡海平办公室闹 一开始 胡海平还是给叶元朝面子 不和他计较 每次打电话给派出所 让他们带走 连着几次后 胡海平终于发怒 让法警把他拖走 谁知在争执的过程中 他又昏倒一次 昏倒 该不会是打的吧 嗯 应该不会动手的 毕竟叶元朝 好歹是派出所副所长 但叶元朝心里 是否把这次昏倒 和后来的精神病 联系起来 就不得而知了 高栋冷笑一声 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人 多次跑到办公单位闹事 换谁都受不了 这些事 也不能全怪 王宝国和胡海平 毕竟他们前几次 也是给叶元朝面子 让他管好老婆 但叶元朝派出所的工作也忙 哪能天天看得住 不过这事 归根到底 还是叶晴 被沈浩撞死 几家单位都不管 酝酿出来的 当然了 谁让沈孝贤是纪委书记 监管所有其他单位 又是县委班子主要成员 围观多年 势力根深蒂固 又有省里的硬关系摆着 先级单位 哪个敢动他儿子 就算告到市级单位 他儿子最后八成 还是安然无恙 所以责任 也不尽在王宝国 和胡海平等人的身上 如果沈浩他爹 不是纪委书记 换作一般人 就算是个大老板 开车把派出所副所长的 女儿撞死 怎么着都得按 故意杀人罪死刑了 这就是现实 高洞没能力 也没心思 管他们宁县的现实 他要做的就是破案 只要能破案 管他们县里谁是谁非 跟他都没半点关系 就像他让江伟放了沉翔 并不是他有多大的同情心 不想一个孩子的前途毁了 而是连着两起 敏感案子的侦办期间 他已经下令 周边媒体都不能报道了 要是因一个 随便能处理的小案子 把媒体引来 最后把这两起命案捅出去 那才是大问题 所以这种时间点 他压根懒得理会 放走沉翔 会跟宁县其他单位闹不睦 别给他添乱就行 现在的情况 把叶元朝作为假定嫌疑人 和目前的侦查线索 是不矛盾的 先杀王宝国 再来胡海平 叶元朝有这方面的动机 他做过侦查兵 又干过刑警 又杀人的能力 而且 王宝国和胡海平的住址 他都清楚 但他也仅仅是有嫌疑而已 最关键的是 证据 在没有证据指向的前提下 贸然就把叶元朝 列为第一嫌疑人 顺着这条线查 如果和他无关呢 那么就会犯了案件侦破中的 头号问题 方向性错误 高洞向来的办案技巧中 有一条 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前 尽可能少下 或者不下方向性结论 只有强证据支撑下 做出的必然性推论 才是无错的方向 这套他擅长的办案方法 有着强大的容错率 尽可能地利用人力物理 减少做无用功 这也是他破案率 远高于其他刑侦专家的原因 高洞寻思许久 显然 表面上看 叶元朝是个嫌疑人的 合适人选 却没有证据 尤其叶元朝的鞋码不符 并且 在王宝国案发当晚 有不在场证明的物证 所以他不能贸然下结论 最近叶元朝的表现 和过去一样吗 我找人偷偷问了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经常喝酒 也不太管事 高洞心里 刚对他重新犯弃的怀疑 又减少了一层 因为在连续杀人案中 凶手杀人后 往往会出现杀人的亢奋期 生活状态 多少也该有所改变 例如 叶元朝最近突然不喝酒了 生活积极向上了 那就符合嫌疑人的特征了 可叶元朝依旧颓废的状态 这与嫌疑人有矛盾 当然 也有可能是叶元朝故意伪装的 这是在演戏 高洞也想到了这一点 12月6号傍晚 胡海平死的时候 叶元朝在哪 执行表上没有叶元朝 他是不是在家 现在没法确认 需要调查一下吗 我上一回已经派人 跟他当面确认过两次了 如今再去查 恐怕不太好办 如果人真是他杀的 这回问一定是问不出的 那怎么办 他在是你们县局不方便参与 我自会着情考虑 你这头还是跟市局的人一起 抓紧时间 查上周日的监控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物理教师的时空轨迹 第十七集 命运的奇妙 江伟离开后不久 陈法医 带着这大力学实验室的老师 来找高洞 老大 这位是齐老师 高洞伸手请坐 倒了杯水 放到对方面前 齐老师 相关情况 老陈跟你讲过了吧 这案子比较重大 兼敏感 我也不多客套了 你讲下你们的实验结果吧 我们做了几次实验 最后判断 石板是从五楼 六楼 或七楼掉下来的 由于石板下落时的方向位置不能确定 下落后撞击地面的情况也无法精确计算 所以这三个楼层都是有可能的 中间只是六楼 对吧 是的 不过这三个楼层的概率是一样的 这点我们已经调查清楚 是六楼 因为有目击者 看到有人把这颗石板 立到六楼窗外水泥当于板最边缘的翻遍处 齐教授尴尬地闭上嘴 他们的工作也仅是通过实验 判断石板到底是从几楼掉下来的 既然高洞已经有了答案 那他们的结果也没多大用处了 不过我现在有个疑问 齐老师 在你看来 如果有人在六楼把石板往下扔 砸中胡海平的概率会怎么样 很低 因为六楼高度大约在20米 物体自由落体下落20米 需要两秒钟 我们实验了那块石板 由于石板的重心并不完全均匀 所以石板下落时也不是处于水平状态 而是稍微有点清斜 水平投影宽度大概在40到50公分左右 如果真像高居您说的那种情况 楼上的人在投掷石板前 需要预估出被害人在两秒后 刚好处于50公分内的狭窄区域 而正常人一秒钟的步行速度在两米左右 也就是说投掷石板的人的时间判断精度 误差不能超过四分之一秒 高洞思索着齐教授的话 脑中绘制着胡海平遇害的情景 胡海平在离一楼的挡雨板大约四米多时 六楼的石板开始落下 两秒后 胡海平踩入那个50公分宽度的致命区域 被石板记录成亡 这是最简单的情况 计算的是石板只做自由落体运动需要的时间 这个前提是 六楼的人是把石板以相对水平的位置 抛到空中扔下去的 但石板很重 我想很少有人能把石板抛出去 更大的可能是 那个人把石板推下去 推下去和抛下去有什么区别 推下去需要计算的时间就更复杂了 假如石板当时是立在边缘处 人为推了一把把石板推下去 那么运动要分解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石板的底部一边依然受到挡雨板边缘的支撑 石板上方在空中向外倾斜 当倾斜成水平位置时 受支撑的一边也脱离了挡雨板 随后就是第二阶段 石板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 在第一阶段中 石板是做了一个圆弧的翻转运动 这个翻转的时间很难准确计算 因为如果推出的力度大 翻转的过程就短 反之推出的力度小 翻转所花费的时间就长 你估计这个翻转过程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零点几秒 应该会超过四分之一秒 高洞皱上了眉 这一下问题比他原先的假设更加复杂了 原本他认为 凶手如果要砸死胡海平 必然是对速度和时间进行过计算的 而这些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凶手只要通过反复连续的跟踪 掐秒表精确地记下胡海平平时走向单元楼的速度 再计算出石板从六楼落到胡海平头顶所需的时间 然后在地上做一个标记 当胡海平一走到标记处 开始把石板往下扔 只要当时胡海平的走路速度与平常一样 最后谋杀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但现在 齐教授的话给了他新的思考 石板非常重 一个成年男子搬起很困难 而你搬起后 是要保持水平状态向前扔出去的 扔出的力气小了 石板直接撞在了六楼挡雨板上 而扔出的力气够大时 石板在水平方向会有位移 相当于做了一个抛物线运动 落地时很难砸准胡海平 从常理上来说 成年男子搬起石板 并有着力气水平抛出去 已经罕见了 而且扔出的时间点要恰到好处 这更不可能办到 看来石板应该原本立在边缘处 被推下去的 但这个环节的问题就是 推下去的瞬间 石板并不是直接自由落体了 而是先做了一个翻转运动 当石板处于水平时 受挡雨板支撑的一侧 才脱离挡雨板 这才开始做自由落体 而翻转运动又要花费零点几秒 但凶手犯罪成功的前提 是计算出石板下落的全部所需时间 精准地把误差控制在四分之一秒内 现在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凶手这次的谋杀 运气成分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 石板下落过程是这么复杂的 完全是看情况 大致预估胡海平的走位 或者是他会计算自由落体的时间 把整个过程计算成自由落体 结果也成功 这得归咎于他的运气 第二种情况 是凶手并不是靠运气 完成了此次谋杀 甚至石板下落的两个阶段 所需的时间 他都精确计算在内了 第一个阶段的时间计算 要用到微积分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微积分 早就跑到九条云外了 如果凶手会用微积分 那么凶手会是什么身份 高洞瞥了齐教授一眼 没错 如果凶手杀人不是靠运气 那么凶手的职业 就逃不脱教师 工程师 或者大学刚毕业 没几年的人群 叶元潮呢 似乎不可能的 他这把年纪 绝对不会用微积分 放三十年前 他也不会有微积分 他肯定这辈子 都不会微积分 可问题是 凶手这次犯罪 到底是凭借了运气 还是报了必然的胜算 星期五 陈祥重新来到学校上课 早自休时 班主任魏老师 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和年纪组长刘老师 一起给他做了思想工作 他们并没有提 星期一晚上的事 这些拥有人生阅历的 成年人很清楚 这学生承受的压力 已经够大了 他们的责任是帮他减压 告诉他一切都过去了 以后好好学习 早日考上大学 同学和老师 依旧是你的同学和老师 陈祥感动的 边哭边点头 在派出所关了三天 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 从未经历过的处境 一度他被告知 要行事立案 这也意味着坐牢 他顿时万念俱灰 多年的苦读 在离大学 仅一步之要时 戛然而止 更有为了他 每天起早摸黑摆摊的母亲 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对不起关心自己的每一个人 直到昨天下午 他突然被告知 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他几乎不敢相信 据说被他咬伤的那位副局长 和城管局都不打算追究了 小小年纪的他 压根想不到外面关心他的人 为他所做的努力 他更不会想到 自己是否要被刑事立案的命运 仅掌握在领导的一句表态上 如果不是高洞那句放了他 他这辈子就将彻底改写 如果不是他那位物理老师 刚犯下重案 高洞不想节外生枝 才说放了他 他这辈子还是会被彻底的改写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顾元以为 是自己假冒香港媒体 用网络电话打进公安局 才使警方有所顾忌 放了陈祥 他压根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是自己那天晚上的杀人 才阴错阳差救了自己的学生 中午吃过饭 顾元正在办公室备课 陈祥找到他 说想跟他私下谈一谈 顾元笑了笑 站起身 带着陈祥来到操场的偏僻一脚 转过身 微笑地打量着他 哎 状态恢复得很快吗 怎么 想找我聊什么 陈祥突然双膝一沉 在他还没跪下前 顾元就一把托住 你这是干什么 小顾老师 同学和魏老师都告诉我了 这几天 是你一直在为我奔波 还 还跟校长闹翻了 我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他眼泪在打转了 顾元拍拍他肩膀 他向来不习惯 深情感人的场景 你是我学生吗 当老师的 不可能面对学生的出事 不管不过 你可别这样啊 我们现在是师生 以后毕业了是朋友 这件事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处理啊 魏老师和刘老师为你担心的 不比我少啊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当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吧 学校这次对你留校查看处分 也只是形式上的 不要多想啊 总之到了下学期 处分一定会撤销的 加油啊 好而学习 你可是半只脚踏进清华的学生了 陈祥感激的笑着点头 对了 你家认识纪委的人吗 顾元对沈孝贤居然打招呼 要众叛陈祥这么个学生很好奇 不认识 反正纪委的没有好人 为什么这么说 陈祥脸上露出了苦涩 又带了几分坚强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顾元搭过他的肩膀 轻拍几下 能告诉我吗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十八集 威逼利诱 陈祥犹豫了一下 看着顾元真诚地关心目光 缓缓开口 我家本来住在绿湾乡 我爸是乡里一个村的村长 六年前 造公路占了我们村的地 上级安排了一千多万的补偿金 结果被乡党委书记江盛 劫住私吞了 只给我们村不到五十万 我爸为全村人去告状 告到县纪委去了 谁知县纪委书记沈孝贤 和乡党委书记江盛是战友 纪委直接把举报信转交给江盛 江家当天就带了一群人 来我家砸了个遍 又把我爸打伤了 我爸伤好后 跑到市里告状 为此事不但又得罪江家 更得罪了沈孝贤 听说沈孝贤权力很大 最后不但把这件事压下来 还指使江盛 要彻底把我家整得不敢乱说话 我爸伤好后 气不过 又去省里上访 这一次江盛把补偿款 全部退回村里了 还受了处分 但过后没多久 我爸被人发现淹死在海棠里 相派出所经过调查 说我爸喝酒后 不慎失足落水 可我爸有肝炎 不能喝酒 他怎么会酒后落水呢 陈祥的脸 已经被气愤所憋红 只是此刻 他眼中没有泪水 只有愤恨的目光 实在是畜生 根本不是人 我爸死后 我考上县城的第一初衷 我妈也到县里来打工 后来一直摆摊卖盐水机 谁知江盛了大儿子江华 当上了城管队的队长 有次看到我妈在摆摊 直接把推车收走了 此后她在路上看到我妈 都要把车收走 这次已经是第五回了 我 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 所以 所以才做了错事 你没有做错事 换了任何人都受不了 顾远顿了顿 放低声音 充满鼓励地看着陈祥 只是你社会经验不够 做事不够聪明 记住 你有这样一位妈妈 很了不起 你再忍几年 将来 等你工作了 赚钱了 你妈妈 会为你自豪的 与此同时 顾远也明白了 为什么沈孝贤 会跟公安打招呼 要重判陈祥这学生 陈祥他爸当初几次告状 害他们不但把钱退回去了 还受了处分 于是甚至迁怒于陈祥这个孩子 城管局的坚持 自然是因为那个江华 也一定是江家告诉了沈孝贤 当初害他们摔个跟头的人的儿子 闹出大案子 所以才要彻底把人往死里整 好啊 沈孝贤 你该死 你儿子该死 你老婆该死 你全家都该死 你或许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 没有人能整你 只有你整别人 可是你别忘了 你的命只有一条 可是顾远心里又抗拒杀了沈孝贤 因为一旦那样做 叶叔的动机就一览无余了 接着也会插到自己 不管叶叔还是自己 都将走到命运的终点 下午 顾远接到校长办公室电话 蒋亮要他去一趟办公室 有点事需要找他谈谈 挂下电话 顾远思索片刻 顾远心中有些忐忑 好吧 如果蒋亮你玩阴的 早晚我也要玩你一回 他收拾了一下心绪 朝教务楼走去 进校长办公室前 他又一次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 顾老师啊 坐吧 蒋亮出人意料地 摆出了一张客气的笑脸 顾远谢了声 坐到蒋亮的对面 顾老师啊 是这样的 有个问题 我想征求下你的意见 陈祥听说昨天被放了出来 今天也可以回学校上课了 但是后续的处分问题 你怎么看呢 早上刘老师不是说 给予留校查看处分吗 嗯 一开始啊 是这样 但这也是只是初步的意见 是吧 这教务组啊 不还没最终决定 校长认为 留校查看处分轻了 还是重了 这次 陈祥犯的错误 是很严重的 这点 你不否认吗 嗯 这个 之所以公安机关 不对他进行刑事立案 主要是考虑到 他毕竟是我们宁县一中的学生 他人虽然放出来了 但他这本身就是触犯刑法 一个触犯刑法的学生 是否适合继续在我们学校读书 这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蒋亮瞥近顾远的眉角 正微微收缩 心中虽然甚是厌恶 却想避免再闹出上回 老师训斥校场的尴尬 嗯 我个人的意见嘛 一个学生成才不容易 我们学校应该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是啊 这县里有几个单位和领导 就跟教育局打过招呼了 说这样的学生不应该继续留在县一中 最好还是开除 这再不计嘛 可以转到 二中 三中 这边 我也很难办的 嗯 所以需要找你们这些认课老师 商量商量 是吧 我觉得不应该开除 留下查看处分已经够重了 在这件事之前 陈祥一向品学兼优 每一个学习都拿到奖学金 这样用功上进的学生很难得 开除他将是我们一中的损失 可是他毕竟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这件事 整个学校包括社会上都知道 继续留他在学校 其他家长势必担心自己的小孩 在这学校的安全问题 社会上对我们学校的评价 也会是负面的 这点 你考虑过吗 很明显 蒋亮心里想的就是开除陈祥 这件事恐怕和江家 沈孝贤脱不了干系 否则现在人都放了 他也不会逆着学校老师的人心 说出这番话 蒋亮也知道 开除陈祥 一定会引起相关认课老师的 集体不满 甚至引起高二年级 全体教师的反弹 后果可大可小 如果能把最关心此事的 顾员摆平了 其他老师就不会冒出来 再当出头鸟 开除陈祥 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方面的担心 根本没有必要 首先 陈祥从来不是个 挥闹室的学生 不可能做出 伤害同学的行为 我想没有家长会有 子女安全方面的担忧 其次 如果我们学校 刘陈祥读书 社会上会认为 我们学校 愿意给犯错的孩子们 机会改成错误 评价反而是正面 你的说法 也是你自己想当然的 没有任何根据 这样吧 这件事 我明白校长 你也很为难 对陈祥的处理意见 我看不妨留到 教职工大会上讨论 必要的话 进行全体民主表决 留到教职工大会表决 这不是诚心给我难看吗 各个课程组 相互一沟通 表决大会上 岂不成了我一个人跟学校全体老师唱不掉 这幸苦的 上回还说要在教职工大会上念检讨书 这次诚心跟我过不去 顾老师 你知道公安局为什么放陈祥出来吗 因为他是学生 光这点还不够 因为有香港媒体 打来电话问这个案子 公安局不想多事 所以西世宁人就把他放出来了 顾远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那又怎么了 这件事才发生几天呢 他一个香港媒体怎么会知道呢 这事谁做的呢 顾远依旧面不改色 可能有人告诉媒体的吧 你别骗我了 骗什么 一定是你干的 至少你一定是参与者 你怎么可能 我从不认识媒体 陈祥啊 家里是农村人 不会这么快就想到找媒体这件事情 学校老师里你最关心他 你年纪轻脑子转得快 这件事想来想去 也只有你第一时间会去找媒体 没有 我真不知道会有媒体过问 顾老师 你放心 你也别紧张 这件事我会替你保密的 我知道你的苦衷 也知道你最终的目的 你觉得呀 这陈祥的成绩好 你希望他能够竞赛获奖 甚至上北大清华 好为你啊 争光 蒋亮似乎吃准了顾员 校长 如果你一定这么认为 那我也没办法 好吧 不管你是不是参与了 我只想说找媒体的这种事 是很敏感的 但这件事我也不想再深入的调查了 我们回头再说说陈祥这件事吧 你知道 学校并不是孤立的 学校的发展啊 是要靠政府的支持的 政府的意见 学校在很多时候是很难拒绝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希望你能改变一下你的态度 说实话 从我本人的角度 这个学生我不太喜欢 只要你同意学校的处理意见 过几年 我一定推荐你评选高级教师的支撑 蒋亮以为 前面暗示威胁找媒体的事跟他有关 又画了高级教师的填饼给他 他就一定会就范 至少对开除陈祥能保留自己的意见 谁知顾远 听完就站起身 对不起校长 不是所有老师都想着平支撑的 我冒犯你的地方 我愿意道歉 愿意检讨 但让我同意开除我的学生 我做不到 他直接转身离去 又一次让蒋亮身处目瞪口呆的尴尬中 好你个蒋亮 空安局都放神了 你还想把人往局地逼 顾远快步迈回教学楼 心里只想着一件事 蒋亮已经不适合继续当校长了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十九集 监控中的男子 星期六 县局还在加班加点 高栋已经几个星期没好好休息 他手下这批人也是一样 引荐离过年只有两个月 这案子若迫不了 再闹出新的案子来 这一大帮人都不用过年了 高栋心急如焚 却只能表现出一副成竹在胸 谁让他是领导呢 他安排了市局几个人 插胡海平小区的监控 到了下午 终于传来消息 发现了目击者口中 那个穿工作服的男子 高栋带着张一扬 来到专门为物证科人员 开设的办公室 仔细地看了几遍监控 这个监控探头 装在胡海平单元楼不远处的路灯杆上 刚好能拍到单元楼门口的场景 星期日下午一点多 一个身穿灰色工作服的男子 出现在镜头里 他戴了顶压舌帽 帽眼压得很低 并且工作服里 套着一件高领外套 外套领子立起 从男子现身 直到离开监控区域 他始终低着头 压根看不到他的面部特征 此外很明显 男子还戴了一副手套 可以说身体几乎没有一处皮肤 暴露在监控当中 男子进入监控时 手里抱着一块 用纸板包裹的东西 那东西形状是个平的物体 男子站在单元楼门外时 停留了一些时间 此时他背对着监控 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高洞猜测 他应该是在按门铃 片刻后 他拉开了门 同时用手里的东西挡住 会自动关上的门 反身到旁边花坛里 拿了块石头抵住门 他捡起地上的东西 进入单元楼 没过几秒钟 空着双手出来 再过了不到一分钟时间 男子再次拿了同样一个用纸板包裹的东西 走进监控里 他又走进单元楼 几秒钟后 还是空着双手出来 如此 一共进行了四次 最后一次 男子除了依旧拿着一块纸板包裹的东西外 还跨了一个工具包 他进入单元楼后 踢开地上的石头 关上了门 下一段监控 隔了一个多小时 也就是两点半 男子打开单元楼的门 离开了 这次 他只跨了一个工具包 之前出现过的四块东西都不见了 说明那四块东西都留在单元楼内 高洞点上一支烟 看了几遍监控 这家伙始终没露脸 看不清长相 单元楼的电梯监控有没有查过 查过了 没发现此人 可见 他一定是走楼梯上去的 没坐电梯 果然如此 我明白了 老大 你明白什么了 你知道为什么石板是裂成几块 并且用瓷砖交绵合在一起了 想不通 本来呢 我也想不明白 看了这段现场监控 我就知道答案了 这样一块重六十多斤 一般人都搬不动 他要把石板弄到六楼 只有走楼梯或者坐电梯 他为什么没坐电梯而是走楼梯呢 因为电梯留监控 虽然他戴着压舌帽又把领子立下来 但进入电梯后 监控离得很近 就算拍不到他完全的脸部 至少身体上或衣桌上的一些特征 能够近距离得很清楚地拍进去 他不想多次一举冒这个险 选择走楼梯吗 问题是六七十斤重的石板 一个人搬上去谈何容易 于是他就把石板敲成了四份 每份约十五斤 用石板包裹后 一块块踩到六楼 再拿出石板 用瓷砖胶粘合起来 瓷砖胶粘合后 过五分钟的强度就足够牢固了 此时又成了一整块的石板 张一阳嘴巴微微张起 显得很惊讶 凶手连把石板搬上去 这个小环节上都做得如此细致 又想出用高空落物 砸死人的谋杀计划 实在太可怕了 老大 既然凶手是通过楼梯 把石板搬到六楼的 也就是说 他来回走了四次楼梯 需要花费挺多时间的 我们找找单位楼里的居民 说不定有人刚好在那个时候 经过遇到他了呢 没有 遇到了又怎么样 如果换成你 下楼时遇到一个装修工 从旁边经过 你能记得住他的长相 这事都隔了六天了 就算当时真的有人走过 你现在去问 对方一定连当时 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装修工 都想不起来 何况刚才监控时间内 并没有居民 从单元楼里走出来 而且这种电梯房 大家一般的坐电梯 很少会走楼梯 张一阳无奈点点头 高洞说得很对 人眼不是照相机 你生活中 每天都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陌生人 没人会记得 上午街上遇过谁 更不会记得别人的长相 除非是 特别奇形怪状的人 当然了 如果天生爸妈对不住你 给了你一张外星人的脸 谁见你都过目难忘 你还去玩犯罪 这被抓到 就别怪公安机关太厉害了 老大 这男的似乎是先按了 单元楼的门铃 随后门开了 会不会楼里住了他的同伙 同伙按了有限门铃 给他开的门 楼里住了他的同伙的话 还能让你们在监控中 查出谁搬来的石板 他何必要一次性 连续搬四次石板 他隔几天 带一块石板上去 用纸板包住 你根本想不到 里边会是石板 这位刚加入刑警队 还在实习期的小警察 天真的问 可是他按了门铃之后 就有人给他开门了 怎么会给陌生人开门呢 这个问题 高洞都不想跟他废话 心里想着 张一阳破这种大案 怎么把队里 笨得跟猪一样的人 都给带上了 张一阳 只好尴尬地 向自己这位手下解释 你随便去任何一桩 底下装了有线门铃的单元楼 按一下上面的门铃 不管哪户有人在家 跟对方说 你是网络公司的 进去检查一下网络盒 请开一下门 都会开的 高洞眼都不瞥一眼 那个小警察 把张一阳叫到一旁 你见过叶元潮本人 他个子高矮胖瘦怎么样 大概一米七出头点 挺瘦的 和监控里这人呢 体型上倒是没看出多少差距 老大 你还在怀疑叶元潮 这问题我很难回答 那天江伟跟我说的情况 我也告诉你了 两次谋杀 都没涉及到北海人的财物 两个北海人间 无直接经济往来 可见都是仇杀 叶元潮是目前 我看到的所有人力 犯罪动机最强的一个 也是犯罪能力最强的一个 虽说还没有证据指向他 可是 现在破案进入瓶颈期 任何可能都不能轻易排除 可是两起案子 除了被害人 都是单位的一把手 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的相似点 暂时还不具备 并案的条件吧 况且 这个人走路姿势 跟叶元潮不像 叶元潮有点瘸腿 你说两起案子 其实并无关联 这点我也有想过 第一起案子 手段极其凶残 第二起案子 表面看起来是起意外 手法和风格差别太大了 有可能是跟胡海平有仇的人 看到王宝国被杀后 搭车杀人 做掉了胡海平 手法上 差点误导我们是一起意外 就算被我们查出不是意外 这搭车杀人 也容易把我们侦察突破口 往第一个案子上演 把罪责 赖到杀王宝国的凶手上 对啊 如果事实真是那样 我们把两起案子合并 误以为是同一个凶手 于是从犯罪动机上判断 注意力集中在叶元潮 这不就容易办成死案吗 我明白 如果是同一个凶手 跟王宝国和胡海平都有仇 那么犯罪动机上 叶元潮最强 如果两起案子无关 各有凶手 那么有可能是王和胡 各自的仇人 不关叶元潮的事 但我考虑了一下 叶元潮这边 没法完全排除嫌疑 你最好 再深入调查一下 老大 我有个自己的想法 这两起案子中 我们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调查 王和胡的人际关系上 查他有哪些仇人 哪些仇人 有足够的犯罪动机 会不会方向错了 也许真正的凶手 并不在人际调查的名单上 如果凶手是个 仇视社会的家伙呢 或者 凶手曾经遭遇过 政法系统不公正的处理 一直怀恨在心 报复社会 嗯 这是不可能的 报复社会的心理因素是发泄 要把事情闹得越大 犯罪手法越残忍 他心里的不满 才能得到发泄 王宝国被杀 影响够大 手段够残忍 但胡海平案子呢 凶手设计很巧妙 很像是一个意外事故 这就完全排除了 报复社会的可能 哦 老大 那我们怎么调查 影院潮 你们问也问了 再去直接问也没有用 如果他真是凶手 他做过侦察病和刑警 反侦察能力一定很强 回头我打个电话 从市里再调几个 有经验的老刑警 对他跟踪一段时间 另外 你们这几天查监控 也很辛苦了 再辛苦几天 把小区其他监控 和小区外的路面监控 再查查 一定要找到拍着人 面部特征的画面 今天这番监控 让我想明白了石板 用瓷砖胶粘合的原因 但胡海平案子 还有几个疑点没解决 包括六楼窗外墙角的 那块铁皮 是否和案件有关 还想不明白 先等你们这边的结果吧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物理教师的时空轨迹 在顾远和杜卫老师的劝说下 校长蒋亮不想因此事触犯重怒 终于放弃了开除尘乡 维持原定的留校查看处分 顾远总算松了口气 周末到了 顾远需要花点时间 为料理下个目标 做些准备工作 下一个是公安局局长 邵小冰 上课期间 顾远隔一天有晚班 加上他是班主任 大部分晚上他都在办公室 只能抽空在傍晚时分 裁点几回 到了七八点钟 他都得赶回学校备课 值班 这种零零碎碎的裁点 当然是不够的 更困难的是 最近警方办案压力大 邵小冰也很少准时下班 下班了 也未必就一定回家 所以顾远在邵小冰家附近 几次都没碰到过他 能做的只有反复熟悉周围的环境 另外一点 检察院和法院一把手都被人黑了 他相信 邵小冰心里多少会有所提防 要下手的难度可比胡海平高 杀胡海平的方法已经用过 同样的办法在邵小冰身上不具备可复制性 所以得另外谋划 这回他估计可能要用枪了 不过用枪后该怎么制造出意外事故的效果 他还没有考虑周全 事实上 他以为警方对胡海平的案子查不出什么 他压根想不到 专案组负责人高洞已经抽丝剥剪般的 把他的轨迹看破一大半了 如果他现在知道警方的侦破进度 他要做的不该是继续筹划下个对象 而是考虑自己的后路 邵小冰是地道的当地人 当地人担任当地重要机关一把手的情况不多 他老爹九十年代是宁县的常务副县长 整个家族中既有从政的也有从商的 他七地办的企业很多年前就挂牌上市了 原本做的是摩托车配件 这几年开始涉足航空零件生产 宁县的有钱人里排名第二 不过生意做得再大也就那样 怎么都比不上当官的 家族里依旧邵小冰是公认的领头人物 政府社会都摆得平 原先邵小冰住在县西面的山庄别墅群 传言他家相当豪华 仅占地就一目多 后来遭人举报 省里派人调查他 他把别墅转到小舅子名下 说是借住的 此后他得到他人指点 生活开始低调 现住在城北的一个高档小区中 也是电梯房 家中只有他和他老婆 一子在澳洲读书 此外家中是否还有保姆 不得而知 这些情况当然是顾远 从业园潮那儿问到的 要不然他一个工作很忙的高中老师 光是要跟踪到邵小冰的住所 就要花费不知多少天的时间了 星期天 顾远在邵小冰家的小区和小区外路段又走了一遍 这个县城小区虽然建造得很高档 但安房还是弱了些 除了开车外 行人和电瓶车依然可以畅通无阻地出入小区 比不上沈孝贤一家和其他县里重要领导集体居住的黄潮花园 对于小区内外的监控 顾远已经看得差不多 但他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每一处检查详实 不能排除没发现的监控 不过没关系 犯罪时只要不暴露脸部 也不要遇到目击者 仅靠监控 警方顶多能知道他的大致身高 其他线索一无所知 正当他走在路上 构思者该如何下手 又该如何处理善后事 手机响了 他掏出来一看 是曾惠惠打来的 喂 顾老师 曾惠惠 有事吗 顾老师 我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顾远眉头微微皱起 你在金光公馆外面 对不对 顾远忍不住浑身一个机灵 本能地向身前身后的路上 看了一圈 哪有曾惠惠的影子 更要命的是 今天自己特意戴了假发 眼镜和胡子 穿的是平日里 从来没穿过的衣服 连走路节奏都刻意与平时显得不同 怎么会被人知道 他在这里的 顾老师 你怎么不说话 我猜的对吗 顾远犹豫了一下 悄悄深呼吸 平复紧张的心许 我是在这里附近 你怎么知道的 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我家里你只隔了三条街 欢迎老师来我家做客 今天不行 我来看望一位朋友 改天吧 哦对了 你在哪儿 我在家里啊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明天再告诉你吧 到时你可不许生气哦 爸 他不敢多问 怕引起怀疑 只好匆忙地挂断电话 今天的踩点工作 看样子 只能到此为止了 是不是警察已经在跟踪调查我了 曾卉卉 想给我提醒 不太可能 他爸不管行政 根据叶叔的说法 行政的工作很特殊 遇到大案要案 针破工作连同单位的 非行政队人员都无从知道 曾卉卉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如果警方有查我 首先去查出叶叔 对了 有些天没联系过叶叔了 得找机会和他交流一下 星期天下午下班前 顾远电话打到叶元潮的办公室坐机 叶叔 吃饭我不去了 我就在街口那家快三点吃 你们不用那么麻烦了 他刚开口 叶元潮就打断他的话 顾远一听 微微愣了一下 好的 他等到了五点多 也就是叶元潮平时下班的时间 提前来到叶元潮楼下附近的一家 中式快餐连锁店 他知道叶元潮有时会来这家店吃饭 电话里所说的快餐店 也只可能是这一家 顾远走进快餐店 先漫不经心地打量一圈所有座位上的人 没有看到叶元潮 随后 他拿起餐盘 挑了两个小菜 拿上一碗饭 结账后 坐到靠里的一个位置 果然 等了十多分钟 叶元潮出现在门口 他和顾远 四目相对 看了眼 随即 叶元潮不再看向他 而是拿了饭菜 很快结完账 他先站在原地 装成找位子的模样 接着 来到顾远同一桌 斜对角那个位置坐下 低头吃饭 怎么了 顾远同样低着头吃饭 低声说话 并不看他 我被人跟了 大概是局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就是几天 我下午去办事 看到一辆车 早上和中午都出现过 起了怀疑 你的手机电话呢 不清楚 也许被监听了 顾远想了想 又低头 洋装吃饭 以后联系时 来这家店吧 这个时间点 我每三天来一次 如果没必要 请不要来 另外 不要让人有机会 接触你的贴身物品 小心监听器 叶元潮应了声 他有许多话想说 但在这种场合下 不知道该先问哪个 最近 他们有来找过你吗 那次以后 再也没有了 和我想的一样 他们竟然问过你 知道再来问 也问不出什么了 不过他们竟然跟了你 大概是 再次对你起疑了 这也难怪 他们一定是觉得 动机上你有可能 并且你过去的经历 让他们觉得你有这能力 况且 你说当晚有人认出你了 还喊了你名字 这时 旁边一个路人 端着盘子经过 顾员马上闭嘴不说 过了片刻 眼睛余光看到路人 已经在远处的一桌落座后 压低声音 重新开口 但是你不要担心 他们跟踪你是好事 很快 他们会彻底 排除你的犯罪可能 叶元朝眉毛抽动了一下 闭闭嘴 那 那你呢 不用管我 我有我的办法 你是怎么保护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下面还想做什么 顾员往嘴里 塞了口饭 叶元朝顿时 脸色大变 不行 太危险了 他和其他人身份不通啊 这点 顾员当然知道 检察院和法院一把手死了 当然是大案 省公安厅出面督办的 如果是公安局局长 成为下一个被害人 那一定是惊动公安部 甚至北京最高决策层的大案了 尤其是少小兵是警察 戒备心自然比常人重 要下手成功并不容易 他们跟踪你 说明胡海平安发生后 他们也还没完全排除你的可能 所以需要再多做点事 如果少出事实 你证明他们跟 当时就有十度的不在场证明 就能彻底摆脱嫌疑 这是好事 你不被怀疑 我更不会被怀疑 剩下只要不留下证据 他们永远查不出 只要处理完哨 接着 就是沈家 如果一些顺利的话 过完年 就能彻底把这一页翻过去 事实上 顾远从头到尾 都不想真的对付沈家 那样一来 会因犯罪动机太明显 直接把叶叔拖进去 他这样告诉叶元朝 只是想早日解开叶元朝 仇恨的心结 放弃报仇 继继续平稳地 过完这辈子 他杀胡海平 以及计划中 要杀少小兵 并不是因为 他多想替叶晴母女报仇 事实上 他一点都不在乎叶晴母女 一切只是为了叶叔 没有叶叔 现在的他 会是什么样的呢 顾远不敢想象 顾远看得出 杀了胡海平后 叶叔依然还未醒悟 依然未放弃复仇 但他知道 只要少小兵死后 叶叔的心结 一定会解开 再不会想着提枪 去找沈家面门 这是他计划中的打算 尽管这个打算 让他手上添了人命 但没有办法 为了叶叔 他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因为他的人生 本就是叶叔改变的 本就是叶叔改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